美国又排华了 昨天网传的新闻对于咱们普通中国人来说倒是影响不大 但对于坐拥千万粉丝的司马大师和陈品大师 那个影响那绝对是不可估量的 如果是真的 那老百姓能忍 大师肯定是不能忍 网传德州将禁止中国人买房 部分经常刷抖音玩微信的在美华人和留学生 一听那就激动了 你今天可以禁止中国人在美国买房 明天你就可以禁止中国人在美国上学 后天你就可以禁止中国人在美国就医 那你这就是赤裸裸的排华 闭关锁国呀 怎么说呢 难怪啊 现在很多专家都不建议大家去学英文 很多地方也把地铁的标志从英文改成了汉语拼音 还有些专家建议要把中医药课进入到小学课本 替代英文课 因为这样一来的话呀 很多人他就看不懂英文原文 他也就只知其然 他不知其所以然 这条新闻呢 准确意义上还算不上是新闻 因为他只是德州州长的一条推特 也就是咱们这边的微博 他推特上说的事啊 是说议会在计划通过这个法案 如果到了他面前 他会签字确认 然后这个法律才生效 而这个法案呢 核心的有两点 是在咱们中文圈呢 没有讲明白了 第一 他不是禁止你买房 那个单词叫land 是禁止你在德州买地 第二呢 不仅仅是针对中国 还包括朝鲜 伊朗 俄罗斯 总共是四个国家 这么做的目的呢 是为了保护他本州的基础设施 这话怎么说呢 这就要说到两年前 2021年德州通过了一个 类似叫基础设施保护法的法案 这个法案呢 从根上说 它是源于一件地产的买卖 是一个姓孙的中国亿万富豪 当年呢 在德州买了一块 18万英亩的土地 相当于比北京朝阳区还要大 那块地的位置 当然很偏僻啊 它目的是拿来搞投资 据说是要搞风力发电 但最敏感的呢 是那块地啊 在美国最大的空军基地旁边 离得非常近 有多近 几公里 一开始美国人没有反应过来 等后来回过未来的时候 才发现 好像有哪里不对 所以今天这个法案的源头 是基于对于空军基地周边基础设施的保护 也就是说现在包括德州在内的 美国所有州都没有禁止中国人买房 而准备禁止伊朗人朝鲜人俄罗斯人中国人买地的呢 也只是德州 但即便如此 那还是有很多有骨气的国人建议要对等制裁 我觉得制裁可以 但如果提对等制裁的话 它还是有点低级红高级黑 因为两个国家国情不同啊 人家是土地私有 咱们是土地国有 咱们自己人在自己的土地上 哪怕你是正皇旗 你脑袋上有通天文 你也不能够去买地啊 所以你在自己的土地上都买不了地 你上别人家去买地 别人不允许 这本身算不算排华 咱先不说 但是要对等制裁 这怎么制裁 你别说买地了 就是老外在国内买房 它好像手续上也比咱们在国外去买房 要复杂的多吧 你必须要居住满多少多少年 你必须要有什么什么相关的证明 对吧 第二呢 我觉得这个事啊 它其实也一分为二的看 也可能是好事 特别是对于司马大师和陈平大师来说 陈平大师在美国奥斯汀的房子是大house 大都洞 它应该是除了有房气还有地气的 它也应该是在美国交了房产税的 而司马大师买的那个公寓呢 它不是独栋 也就是说在那块地上还有其他的隔壁邻居 所以它应该只有房气 它没有地气 而现在如果万一德州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那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什么呢 那肯定是德州当地的房价 它会有一波涨幅 同样咱们国内现在也在大力的呼吁 要老百姓去买房 要支持地产复苏 要支持经济发展 那这里外里你像司马大师 陈平大师 这些就可以趁着德州也好 奥斯汀也好 房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高价卖了 然后回国抄底 不但抄底 还能够支持国家经济的发展 这何乐而不为呢 顺便还能堵住那些说他们骂美国是工作 爱美国是生活那帮悠悠重口 这可是一箭夺雕啊 那么问题来了 您觉得司马大师 陈平大师 他们会卖掉美国的房子 回国买房吗 您觉得呢 我是顶风波 下回咱们 接着说